大雨不斷傾斜而下 路面都变成溪流 就连家用的锅子里都积满了鱼水 老板赶紧将货品全都搬进屋内 地上铺满纸箱 就是怕大水沿进家里 老板熟练的将贵重物品往里面搬 丝毫不担心凶猛于事 7号花莲大雨不断 晚上9点多就已经先让和平预防性撤村 8号早上崇德福石村 秀林景美村和平村 都已经陆续做预防性撤离 更而几位民众提前进驻福石村活动中心 就怕强烈雨势影响安全 另外在台九县 大树经不起强雨断裂倒塌 警方出动只会交通 就怕民众嗜泄不佳 酿成车祸 同样传出灾情的海友宜兰 在苏花路廊的台九丁县 7号发生严重的土石流 双向交通受阻 公路中居进击抢修 终于在8号早上7点开放通行 不过在宜兰的壁后温泉 大小棵落石滑落边坡 路面全都被泥泞树枝覆盖 为了游客安全 紧急宣布8号休远一天 受到东北极风影响 7号宜兰花莲开始下起好大雨 水保局也紧急发布土石流警戒 包括宜兰南澳乡 东山乡22条前市溪流 花莲秀林乡17条前市溪流 共39条前市溪流 都已经达到红色警戒 另外宜兰大同乡苏澳镇 也有8条溪流达到黄色警戒 提醒山区民众出门 还是要多留意 以免意外发生 记者林医生 刘吉娇 王云廷 宜兰花莲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